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 非要回答吗 必须回答 这个问题我需要仔细地想一想 说实话我见过比你长得好看 也见过比你身材好的 但那些都不是你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我在你的身上 能看到爱情最初的样子 是吗 我的大哥哥要反不归真了 我在深情流露的时候 我希望你不要开玩笑 每个人最开始的喜欢都是见色其异 但真正喜欢上并非心血来潮 吸引的开始是颜值和外表 但是打动人心的是性格和思想 想拥腻入睡 是内心的冲动 深思熟虑之后 更想拥有的 是每天早上醒来的你 干嘛 你闭嘴吧你 其实 其实还有一个点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声音 和别的女儿不一样 真的一点都不做作 我什么声音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上帝亲吻过的心感声音 你是怎么做到夸别人画张口就来的 男人嘛 对吧 都是视觉动物 眼睛连着肾 到肾了才会走心 跟你就不一样了 你是我 不敢触碰有无法自拔的吗 真的 自从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你之后 到现在 嗯 我就感觉像做梦一样 你说我为什么要遇见你呢 那首先我要问你啊 你愿意遇见我吗 真的愿意 嗯 好 那我给你个解释 周杰伦有一首歌 歌词是这样说的 天青色等艳雨 这句话它是有讲究的 就是那个烧柚的时候啊 天青色那个颜色是很难出来的 它是不容易烧出来的 你一定要等 等到下雨的时候才能烧 而且温度啊 还有湿度啊 还有刚刚好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啊 你就在那等啊 等 等啊 等 终于雨来了 你赶紧开始烧 这个时候的温度 还有湿度啊 刚刚好 都特别好的时候 这个天青色 就是那个最美的那个天青色 哎 它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说就是 你不知道你的另一半啊 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是吧 能够出现 你就只能用你的生命去等 嗯 总有那么一刻啊 你刚好在 我刚好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SHI 在冰地树干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